第1450几 叶晨轻微点头 不管怎样他也要试一试 从地面上艰难地站起身来 那些圣洁之光爆炸的时候并没有消散 反而留存在他的体内 短时间之内并没有任何的事情 不过时间一长他就要受到反噬 现在的他也管不了这么多 只能够全力一站 没有时间压制体内的圣洁之光 当叶晨站起来的时候 灵韵突然来到他的旁边 手臂一挥 一道纹路骤然砸在了叶晨的腹部 叶晨又一口血水吐出来 然而还未等灵韵反应 叶晨便是扛着痛苦 施展风雷一闪 刹那间出现在了灵韵的面前 速度快到灵韵的毛子 都充斥着骇人 还未等灵韵反应过来 叶晨猛地扇出一掌 一巴掌狠狠地落下 狂暴的气流涌动 谁也没想到 叶晨竟然在灵韵的脸颊之上 留下了一道掌印 深深的掌印 就连灵韵也蒙了 他知道叶晨受了伤 但是全然没料到 叶晨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 灵韵措手不及 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慌乱之后 眼眸之中充斥着无尽的怒火 夏灵秋删他 他别无怨言 但是这个来自昆仑须的蝼蚁 有什么资格删的 还未等他反应 叶晨动身了 入魔又如何 魔气极深 万魔朝拜 我还未曾在入魔之时 使出六道剑神的剑 今日 我便让那魔帝 和六道剑神结合 这一剑 不是叫万古惊雷剑 这一剑 我叶晨取名为 万魔惊雷剑 叶晨竟然在这一刻 改编了风青羊的剑法 他要剑走偏锋 叶晨怒吼一声 在他的背后 出现了无数魔头的虚影 密密麻麻 根本数不清 这些魔头一个个 犹如飞蛾扑火一样 冲向灵院 这是他最后 所能释放的魔气 轮回目的的风青羊 微微一正 旋起眼眸露出了欣慰之色 甚至还有一些狂喜 若是叶晨总是 依赖他教的三剑 那叶晨的剑道 便永远没有进步 但是此刻 叶晨竟然将 万古惊雷剑改编了 以魔气为银 创造了最适合 叶晨的剑 这一刻 风青羊才感觉到了希望 如果此前 他只看好叶晨 那么此刻 风青羊坚定 叶晨便是那 万古棋局 唯一的希望 高空之上的 夏灵秋 眸子震动 这万魔朝拜 我在古籍中见过 曾经有一个人使出 那便是执掌 魔族和九幽的魔帝 难道 这个青年和那位 陨落的魔帝 有什么关联 他意外得到了 魔帝的传承 爆炸的声音 连绵不绝 一座山峰轰然倒塌 整个地面传来震动 叶晨不断地退后 兽朽剑嗡嗡作响 魔气和剑意 从他的体内喷涌而出 这便是我赴约的理由 天地之士 不断地涌入到 叶晨的体内 现在他只能够 勉强地催动一剑 剑意涌动 叶晨专门借用 天地之士 来不断地增强 自己的实力 若问世间有没有仙 五一剑斩之 剑光不断地涌动 一朵朵剑花 在夜晨周围凝聚 挥手一剑下去 虚空破碎 整个地面出现一条剑痕 连绵万里 瘦朽剑插在地面上 夜晨单膝跪地 他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力气 体内的灵气几乎耗尽 那一剑是他所能释放的最强一剑 那一剑几乎耗费掉他所有的力量 他的身体都快要承受不住负荷 他从轮回墓地里面 拿出一把丹药 直接放入嘴巴里面 眼眸盯着前方 一声巨响 灵运冲天而起 不过他的状态并不是太好 披头散发 一脸猙獰的神色 宛如一个老妖婆 他的身体出现一丝丝剑痕 流淌着血水 现在灵运只感觉自己的肺都要气炸 他竟然被一个蝼蚁所伤 这些伤势 虽然对他造不成太大的影响 不过对于他来说 完全就是一个耻辱 夜晨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风门静七层天 实在太过于强大 已经超越夜晨的极限 关键 灵运背后还站着夏灵秋 从一开始 这赴约便代表着鸿门宴和不公平 万魔惊雷剑 夜晨有信心 哪怕风门静七层天都会受到重伤 一不小心陨落的可能性都有 然而现在面对灵运 只造成了轻微的伤势 灵运身上的法宝不少啊 夜晨 实在不行逃吧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这一刻 摩地劝阻夜晨 他们两个人连为一体 夜晨一旦出事的话 他也活不下去 现在任谁都能够看出来 夜晨和灵运之间的差距 不是一点半点 夜晨摇摇头 这件事必须要做一个了断 死又何妨 他要认证自己的无敌道心 只要决定的事情 一定不会放弃 现在他若逃跑 以后如何攀岩舞蹈巅峰 这一事 他要镇压一个时代 不管这条路有多么的艰难 夜晨都会走下去 摩地叹息一声 直到再继续劝下去 也没有任何的作用 灵运一刹那的时间 就来到夜晨身边 一只手抓住他的衣领 在灵运的手中 出现一柄灵巧的长剑 冒着寒光 夜晨 你只不过是来自一个 低等世界的蝼蚁 也想要和我作对 你可知道 我身上的资源如何 我身上拥有着 真神器级别的灵凯 更有公主给我的守护玉牌 你拿什么跟我斗 固然的天赋逆天 你的起点终究是太低了 这便是差距 灵悟大陆就是 强者为尊的世界 使人命为草劫 说杀便杀 只要你实力强 这是一个强者的世界 冷漠的世界 你根本不明白 现在 你丹田没有一丝灵灵 你拿什么和我斗啊 灵悟在他的耳边开口说道 随后一箭刺进夜晨的腹部里面 这一箭直接贯穿夜晨的腹部 血水不要钱一样的流出来 夜晨闷哼一声 咬着牙齿却没有叫出一声 一箭下去 虽然不足以致命 不过已经让他疼痛万分 灵悟松开夜晨的衣领 一掌直接拍下去 折磨才刚刚开始 虽然胜之不武 但终究是胜了 灵悟的内心已经畸形 他心中隐隐有一道声音 告诉他 他失败了 因为夜晨是在重伤的情况下 和他一战的 但是他不想听内心的声音 他只想看看眼前的事实 夜晨的身影倒在地面上 握紧拳头 指甲刺入血肉之中 却丝毫感觉不到任何的疼痛 他不甘心 就这样败了 一年的时间 他疯狂地修炼 只为现在一刻 但是和灵运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 灵运的眼眸闪过一丝不屑的神色 夜晨的天资的确不错 但终究来自低等世界 没有任何顶尖势力支撑 夜晨艰难地站起来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的血色 手握兽手剑 他的手臂都在轻微地颤抖 夜晨一步步踏出 他走的速度很缓慢 当来到灵运的身边时 抬起手中的兽手剑 然而刚刚抬起的一瞬间 灵运狂暴的力量就涌动了 夜晨回到了原地 伤痕遍布 高空之中 夏若雪眼眸尽是泪水 他忍不住求夏灵秋 但是夏灵秋不动声色 冷漠 哪怕几次轻也有些动容 难道夜晨真的败了 虚空的黑暗深处 两道身影傲然而立 如果夜晨在这里 必然会发现 这两人其中一人 便是万剑地宫的兵剑圣王 而另一人是白震堂 这两人都是夜晨的师尊 兵剑陪伴了夜晨许久 他心中微微动容 却没有任何行动 而白震堂也是如此 他太欣赏这个徒弟了 但是此刻他不能出手 兵剑圣王开口道 你不出手 白震堂摇摇头 你不是也没有出手吗 你接近太虚的实力 可以改变一切战局 但是你没有干涉 这说明你和我想的一样 这是那小子 必定要经历的劫难 世间从来就是不公正的 想要捍卫自己的尊严 只有靠自己 你我出手只会害了夜晨 兵剑圣王笑了 其实我和你不一样 我相信夜晨 我知道他不需要我出手 夜晨浑然不知 他再次跌倒在了地上 夜晨的血液流在地面上 但他却没有放弃 还在一点点爬起来 灵韵不屑的一笑 在他的眼里 这只不过是蝼蚁最后的挣扎 如果不是为了折磨夜晨 灵韵早就已经一巴掌 将他拍死 夜晨喘着气 一步步继续向前走 他的身体已经麻木 感觉不到任何的力气 只凭着一股顽强的意志 他每走一步 地面上都留下一个血脚印 手中的瘦手剑 已经有一些握不紊 但是夜晨没有放弃 他的脑海里面 只有一个想法 打败灵韵 摩蒂和风青阳沉默不语 夜晨的偏执 让他不明白 甚至在他的眼里 这是一个白痴的行为 只不过白痴的 有一点可爱 小子 我真搞不懂 你到底要做什么 你皮肤汗瘦的行为 简直可笑 这一年之约 本不该有 我受夏若雪 和祭司精为徒 你应该感恩戴德才对 而不是反抗 就行 左梦